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它會很大型 這兩次就是處於比較天然的吸乾淨 我們稍後再試試看 那現在跟大家介紹我們貝戈的做法 首先先加我們1110公克的貝戈律版本 加上我們550CC的水 放到我們的攪拌缸裡面 利用我們這個螺旋攪拌器 攪拌器攪拌三分鐘 接著加它瓦咖再混成 煮排水六分鐘 那在攪拌的過程 麵團的溫度會失望 大概是1750左右 如果說溫度太高的話 會影響到效果左右 如果這個情況發生的話 會建立在攪拌坑的下面 用鋼盆裝塗料 來讓它稍微降溫 要將我們攪拌好的麵團 要進行第一次的基本法下 那就將你的麵團取出來 放在鋼盆的麵團下 讓它稍微的解釋 另外我們的鋼盆道蓋 最初發酵是5分鐘 而且就是將我們的麵團 秤重的一個是髮型盒 它也可以依照個人 釋放著大小 再做一些時間的調整 那分測完髮型盒之後呢 就是將它變成稍微的整形 它也是放在動作檔面上 那蓋上保鮮物 就是虛部 進行第二次的整形發酵 也是5分鐘 最後呢 將我們這個麵團 進行整體的程序 最主要是將它們的空氣 拍出來 製作成長條狀 然後繞圈手 也就是某做法 另外的做法呢 一次可以直接用 壓我們的工具 還壓成別人的形狀 那我們要將我們的麵團 放在頭盆上 進行第三次的專後發酵 那這次要進入我們的發酵下 發酵時間 大概是60分鐘 分數是設定30到32呼吸 時度是發酵不吸 那發酵完之後 最後要進行燙麵 燙麵的時候呢 就是用40克的糖 再加一千細心的熱水 那雙麵都各燙30秒 風烤的溫度呢 是上火200度C 下火是200度C 大概是烤25分鐘 烤到15分的時候 要噴水第一次 烤到15分的時候 再第二次噴水 那等到25分的時候 大約就噴出了 那因為這個烤殼時 其實會隨著烤殼或是 你的數量 然後我們才會 試待過一些燙麵 要整理 還有其實有很多應用 所以今天那種 簡餐店 其實也 早餐店也有看得到 從今天吃飯的話 就是甜食跟鮮食 鮮食的話 就是一般用果醬 用甘葛 那種河果 或者是麥芋 你的配合是你想要的 一些原味 像我們聽起來 可以漏到的餘成品 可以增加它 可以進去你的香氣 那鮮食的部分的話 就像 愛用的根盤包一樣 就是配茶 一層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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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甚麼 還有麥芋 其實這樣就是一個 豐富的一個 不要的草餐這樣 大家可以各自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